第476集 一刻钟之后,顾清衡等人出了院子 这次不是烈焰带着 而是宋三身边的一个叫做叶玄的侍卫带他们参观 之后的三天,一行人都是吃饱了早饭就出去转 将烈火叫的整个基地基本都转变了 当然,有几个地方据说是禁地,不能进的 原本还想借着这个机会见见橙子 如果能说上话就更好了 但是之前训练要兵的那个石洞已经空了 橙子自然也不见了 询问叶玄,对方根本就不说话 所以只能作罢了 义父,真的要拉拢那些人吗 宋三看向烈焰,眉头皱得很高 直接杀了不是更好吗 杀了容易,能拉拢过来,岂不是更好 可是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太容易了,反而不妙 烈焰冷哼一声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你喜欢那个女人,所以想杀了顾清衡 宋三也没否认 就算顾清衡死了 那个女人也不会喜欢你的 烈焰看得清楚 那个女人是极其有主张的 她甚至会为了报仇 跟你不死不休的 顿了一下 到时候说不定会坏了大事 不值得 宋三垂下了眼帘 齐儿 烈焰起身走到宋三跟前 抬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乃是这天下之主 只要你坐上那个位子之后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到时候 想要谁 那都是一句话的事 又何必急在这一时半会儿呢 一副教训的事 宋三终究还是点了头 此时的顾清衡正在画地图 这几天 他们并不是白转悠的 有了地图 才能想出应对的法子 当然 这还要感谢烈焰 并没有给他撕破脸 没有搜身 所以 背包里的东西都在 甚至武器都在 也不知道是烈焰太自信了 还是对他们太不屑了 齐景云也不得不佩服 顾清衡的记忆力 更在他之上呢 当然 让他惊讶的是 这家伙随身带了一个 很奇特的背包 里面可是装了不少的东西 好像不光是他 他身边的每个人 都有那样的背包 顾乔 张天阔也都有 这肯定是新而准备的 齐景云忽然有些羡慕嫉妒 大概 就是这样了 顾清衡将杨柔心 为他准备的探笔 收了起来 仓促之间 画得不是太美观 不过 也是能看的 能送出去 就好了 齐景云很快 收敛了心头的异样 让外面的人知道 这里的情况 也好做出应对 顾清衡点点头 只是 小黑他们并没有跟进来 就算 他在这里打呼哨 估计都没用 而唯一能自由进出的 只有金子 可是 让一条蛇送信 这有点 太不可思议了吧 但是 也只有不可思议而已 而并非不可能 于是 这几天一直在基地里 勒不思蜀的金子 却被委以重任 出去将小黑 或者是黑黑 又或者是小小黑的任何一只海东青 给叫进来 就完成任务了 他真的能将信送到吗 齐景云多少有些不敢相信 欣扬的小蛇 很有灵性 顾景云贪了贪手 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很容易 只是可惜 我不懂蛇语 所以无法听懂他的心声 可是 他却完全 懂我的意思 齐景云不再说话 星儿就是个奇人 养得蛇也奇特 竟然懂人话 而杨如新最近有些心神不宁 大姐 姐夫肯定会没事的 尔尼尔安慰杨如新 不是有生殖了吗 还升官了呢 我知道 虽然没有生命之忧 但是肯定是有麻烦 但愿他能顺利解决吧 对付烈火轿 可比对付南兆 要困难得多呢 尔尼尔不说话了 顾炎应该已经到了军营 不过 至今为什么还不来信呢 秀在纠结之中 日子又往前划了几日 反而等来了太后的入股银子 还有赏赐的东西 一尺见方的紫檀木盒子 杨如新打开一看 竟然是两块玉佩 还配着两个金像圈 一看就是男女款各一个 不由得笑了 她的肚子里可是三个 等过些日子 还得让太后补上一个 顾炎的信也终于到了 不过一看就是报喜不报忧 这让杨如新很无奈 二妞儿却很高兴 知道相公平安 她就放心了 云舱已经好了很多 不再躺着 可以满院子溜达了 不过她很规矩 并没有乱走 甚至都没出过后院 杨如新对她的识趣很满意 吃了今天的药 就不需要再吃了 杨如新喂她诊脉之后笑了笑 只需要慢慢恢复就可以了 不得不说 你的身体很好 谢谢 云舱点了点头 哦 杜叔那边传来消息了 你的那些货物她已经坚守了 接下来会运到京城销售 还有 我让人去你说的地方查看了 没发现你的人 也没发现任何标记 云舱的神情暗淡了一下 石田和公奈何都是从小跟着我的 没有他们 我恐怕都不一定能活到成年 没想到 不过 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的 而烈火叫到基地里面 当齐景云看着那只巨大的海东青 一蹦一跳地走进屋子的时候 从来都很少有表情的脸上 笑过之后 又出现了短暂的错愕 星儿身边的动物 这都成精了 小黑 顾青行摸了摸小黑的脑袋 又要辛苦你了 小黑蹭了蹭顾青行的手 带着地图一蹦一跳地出了房门 嗖地就冲上了云霄 接下来 他们的任务就该寻找成字和五辛他们了 可是他们的行动是被限制的 想要找人 就必须要混入内部才行 但是混入内部是需要契机的 有没有发现 咱们能看见的区域 是有烈火叫的叫中 却没看见那些苦力 晚上睡觉之前 齐景云压低声音提醒顾青衡 但是他们要开采金银矿和钥匙 小大量的苦力 他们晚上都在哪里 是啊 顾青衡也点点头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还有 那些被抓来采集器官的人 都眷养在哪里 这么看来 这个基地应该还有另外藏人的区域 两个人对视一眼 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 就在此时 外面隐隐传来一阵骚动 叶玄 发生什么事了 顾青衡急忙出了房间 叶玄没出现 却发现门口站了两个叫中 其中一个看了他们一眼 没事 你们好好休息吧 哦 没事就好 顾青衡笑了笑 伸了个懒腰 睡觉去了 可是就在转身的瞬间 却忽然出手 那个叫中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掐住了脖子 瞬间就没了气息 同样的 守在门口的另外一个叫中 也被齐景云给捏断了脖子 允兰和张天阔急忙上前将人拖走了 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换上了烈火叫叫中的衣裳 反正都有面具挡着脸 只要不仔细看 基本不会发现差别 他们俩的任务就是 去寻找橙子和无心 还有华卡部落的众人 很快下面的骚动消息传来 原来是几个怪兽忽然死了几只 怎么死的不知道 反正死了之后 就被其他怪兽分食了 顾青衡知道 肯定是金字的杰作 不过 这事你就骚动了一下 很快就平复了 村主 这事太奇怪了 墨蝎冲着烈焰一抱拳 咱们顾青衡几个人过来之后 咱们这里就频频出事 属下觉得 他们有古怪 烈焰沉吟了一下 去 将人带来 两刻钟之后 啊 烈焰 让人轻盟 可是不厚道的呀 顾青衡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走了进来 不知道顾将军 对加入我们考虑的如何了 烈焰没接话查 直接询问 这都好几天了呢 我还没考虑好 顾青衡摊了摊手 那就现在考虑 现在 这也太突然了吧 本尊已经没有耐性 陪你玩了 烈焰一摆手 现在需要你立刻给出答案 这不好办吧 顾青衡一脸为难 这么大的事 就这么几天 怎么可能想好 要不 我回去再想想 烈焰忽然叹了口气 顾青衡 你是在拖延时间吗 没用的 这个地方 就算你送了信出去 外面的人没人带着 也是进不来的 我们不是 已经在这里吗 那是因为 本尊让人关闭了 进入迷雾林的机关 所以你们遇到的 不过就是一些毒虫而已 听见你们的功夫 那些东西可是挡不住你们的 否则 本尊这烈火轿 早就不复存在了 顾青衡 顾青衡 顾青衡的表情没有一点变化 反而一脸无辜 可是你这么着急 我可做不出决定 既然这样 既然这样 那就抓起来吧 烈焰一摆手 转身回了自己的大椅子上 坐了下来 周围顿时有人围了上来 我说烈焰 本王好歹有战神的称号 你这样只对顾青衡说话 将本王忽略个彻底 你真的好吗 齐顶云却忽然上前一步 这也太伤 本王的自尊了吧 你是齐家的子孙 让你加入 岂不是很奇怪吗 烈焰冷哼一声 你也不是赵家的子孙不是吗 齐顶云勾了一下嘴角 可是你却这么热衷 帮着赵家争夺天下 你还真是大公无私呀 烈焰沉默了 因为看不见脸 所以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因为默认了 还是不愿意回答 你比太子有能力 而他不过占了个迪触的光 良久 烈焰终于再次开口 你有想过 取而代之吗 齐顶云愣了一下 忽然笑了 哈哈哈哈 那就是我们齐家的事了 无论谁做 那都是齐家的江山 可是你就不一样了 这么说 你们是拒绝加入了 你的实力差点 本王可不愿意 为暴女之人卖命 是不是要顾将军 顾清衡点点头 说起来 烈焰彻底怒了 只是 墨歇根本就不是明光的对手 不过十几招就被打趴在地上 至于其他的较重 就更不用说了 顿时 整个大厅里就趴了一片 走 顾清衡看了齐颈云一眼 两人转身就往外走 烈焰忽然飞起来 瞧着两人的后心打了过去 可是半路上 就被明光给截了过来 烈焰的功夫是真的高 很快就跟明光打得难解难分 顾清衡顾不得他们 骑匆匆地往外跑 此时张天阔和允兰 应该已经到了下面 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人 可是 刚到了门口 就发现一对药兵冲了过来 顾清衡的心里一淋 之前去搭救齐颈云的时候 就见识过药兵的厉害 他们本就是有功夫的人炼制的 再加上古毒的控制 除非将对方打得粉碎 否则根本就无法击退 真的是很头痛 更让人头痛的是 药兵的人数多 这一队差不多有上百人 这要是被包围了 直接打架都能累死他们两个 齐颈云显然也想到这一点 所以根本不敢迎战 直接施展轻功离开 明光一看顾清衡要走 虽然也不会练战 直接用了石城的功力 跟对方对了一掌 结果他自己后退三四步 烈焰却被震飞了 老头看都没看烈焰 转身去追顾清衡了 等到烈焰稳住了身形 原本大厅里的几个人 早已不见了踪影 去找 烈焰气得一掌将桌子给劈碎了 却忽然捂了一下胸口 他竟然被对方震伤了 那个老头 到底什么来历 莫歇急冒带着人四处去找人了 不过人刚走 就又有人过来禀报 村主 不好了 剩下的那些柴狗 全部暴毙了 烈焰固不得伤口痛 转身就往外走去 身上的黑色斗篷 发出呼啦啦的声音 山谷的铁栏杆里 一地的血和碎肉骨头 还有三条柴狗躺在里面 不过 只有一条狗的尸体是糊润的 另外两条都剩下半个身子 显然都是被最后死的那只给吃掉了 怎么回事 烈焰觉得脑门都疼了 不 不 不知道啊 负责看守的叫众摇头 废物 那个叫众 直接被震怒的烈焰给拍飞了 直接吐血身亡 其余的叫众吓得缩了缩脖子 大气也不敢出 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 孤清恒 烈焰咬牙切齿地 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字 本尊跟你 使不良力 是他太自信了 弄得现在损失惨重 他就该一开始就将他们杀了才对 顿时感觉胸口又痛了 只能按照调戏一番 转身就走 他要亲手将那个人碎尸万段 而此时的金子打着宝格继续溜达呢 哎呀 这里的毒物太多了 每天都能吃到宝宝的 这日子也太美了 我都不想走了 张天阔和允兰 此时跟着巡逻的队伍 到了药石矿山那边 因为只有那边 丽燕没带顾清衡去过 那么那些人有可能藏在那里 只见那些苦力 机械地挑着担子 一烫烫地将从洞口运上来的药石 送到另外一边的山洞里 那边有人会将这些药石进行提炼 哎呀 忽然 有个挑着担子的人 被脚上的镣铐拌了一下 直接扑倒在地 药石撒了一地 别他妈偷懒 快起来 有叫忠过来 直接抽了他一鞭子 那人被抽得惨叫着翻滚一下 起猫爬起来捡钥匙 效忠似乎觉得他还太慢 抡起鞭子 就朝着他又抽打起来 他妈的废物 让你偷懒 那个人惨叫着倒在地上翻滚 刚捡好的钥匙又洒落一地 其余的苦力虽然面露同情 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 张天阔的手不由地握了起来 刚想上前 却被允蓝给拉住了 冲他摇摇头 这个时候 他们根本就不能出声 很容易暴露的 那就麻烦了 你住手 还是有人从人群里冲了出来 一把抓住了叫中的鞭子 你再打 他就死了 管你什么事啊 那叫中抬脚将人踹翻 顺手也给了他一鞭子 允蓝忽然瞪大眼睛 不信 张天阔诧异地看脸允蓝 他那一声虽然很小 但是因为离得近 所以听见了 难道这个人就是巴王身边的安慰 吴欣吗 允蓝察觉到张天阔的目光 随即看了过去 微微点头 张天阔不由地勾起了嘴角 人在就好 随即上前 就将要抽打吴欣的人给拉住了 兄弟 消消气 犯不着跟这些贱人较真 教训几下就得了 要是打死了 可不好交代 那个叫重举起的鞭子落了下来 回头看了眼张天阔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 看你怎么这么面生啊 啊 我们俩是跟着少主刚回来的 张天阔笑了笑 那人也不再说什么 他也知道少主刚回来没几天 带人回来很正常 再说了 这里可是有几万人 就算在这里待上几年 也没认全 你 允兰过去居高临下地看着吴欣 起来 吴欣皱眉 但是莫名的 他竟然从对方的身上 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虽然他的武功被废了 但是他的感官都在 心里顿时一阵激动 但是面上不显 齐猫站了起来 张天阔一看 齐猫拦着那个叫中说话 赶紧干活 允兰的语气不好 但是很快压低了声音 吴欣 吴欣诧异了一下 在跟允兰的目光对上之后 嘴角微微的勾了起来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